这款菜篮车结合了金属购物篮的强韧,以及可拆购物篮的好收纳与便于清洁,让不少追求兼顾耐用的消费者未知心动。 而它采用四轮的底部结构,前方位可360度旋转的万向轮,后方则是方便上下阶梯的爬梯轮,大大提升了推车的弹性自由,在推动时也不会觉得卡卡的。 另外,本品还可以折叠改装成行李推车,并附带弹力勾绳确保物品,不会在移动中掉落,实为一款适合家庭常备的便利道具。 想要大容量却又担心整体重量的朋友,来看看这款充满日系设计感的购物车吧。 极简外观与百搭的色调,第一眼便抓住了不少年轻族群的目光,不管是前往超市、菜市场,或是应用在百货公司、卖场等情境,相信都能充分凸显个人的时尚品位。 而它的功能也很值得一提,除了轻巧手感、内部超大容量,以及购物袋本身的保冷精能,它所采用的可爬坡式车轮更是具备精英的优点,让人在街头拖拉之间不会因为过度噪音而感到尴尬。 很推荐给追求高品质的消费者参考。 喜欢多重功能的消费者,应会爱上这款附带许多实用设计的购物推车。 它的本体结构可拆解成间提购物袋以及拉杆推车,让消费者能够依据每次采买的需求来调整,并特别设置两段式伸缩杆,不管是青少年或高头大马的成年人都能让拖拉更为轻松。 此外,本品的双侧皆富有收纳侧带可放置随身水壶或小物,再加上防泼水,保温铝箔内层,可因应多种地形的加大车轮等诸多优点一应俱全,可说是十分受到好评的人气商品。 出门采买的时候,难免会想要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吧。 这款商品最独特的地方,便是在菜篮车的背面设置了折叠式椅凳,若是带着年幼孩子,一同出门购物,也能充坐零食的座椅,让他们可以适时地获得歇息,且应可承重约80千克,即使是负重一个普通成年人也不成问题。 另外,本品的购物兰因采用聚拨水效果的牛筋布,面对路上水渍或小雨皆无需担心。 而盖子的侧面与背面都含有附设收纳袋与拉链制物袋,多重收纳功能相信能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求。 若有预算上的考量则可参考这款外观类似拉杆行李箱的产品, 其借由不到2000克的重量让使用者节省不少搬运的气力,就算当成旅行的行李包也不成问题。 另一个优点便是其购物袋布料至轻,但厚品皆是,可妥善保护袋中物品亦能够拆卸洗涤, 让在意脏屋的消费者可定期清洁而不怕藏屋纳购,或是单用股价来再运纸箱等货品。 再加上整组千元有找的价格,使之身受小资族群的青睐。 想为长辈添购一款顺手好用的推车,可别错过这款由Roker-Roker研发制作的商品。 其以结实的金属骨架结合方形购物栏,加大的空间不仅容易摆放,拿取采购的物品,也有足够的容量和稳定的承重力。 另外,它的车轮结构设计精良,能单手切换不同行径方式与转动角度,也附带刹车系统,让老人家能兼顾移动时的安全性。 此外,本品无需弯腰便能快速收纳,还配备鱼伞拐杖架,可充当乙电的菜篮盖,无论是日常使用或是应用在户外活动都相当合适。 Roser 是来自西班牙的人气购物车品牌,旗下推出的这款商品具有充满设计感的外带,并采用较为轻巧的铝合金作为骨架,更可轻松在二轮与四轮之间转换,让上街采购这件事变得优雅万分。 此外,厂商还贴心规划了带口的漱口处,以及保冷保鲜袋,如此一来便可放心采购生鲜食材。 若不考虑本品略为昂贵的价格,实可称得上是一款同时具备实用性与风格美学的优质商品。 这款商品很适合喜爱露营、野餐等户外活动的消费者参考。 它四方形的外形设计能当作一般的购物推车,也可当作收纳箱。 更棒的是各位能将野银所添购的商品轻松放置在后车厢,不怕物品在载运过程中散落各处。 值得介绍的功能不仅如此,本品耐重的特性,也可应用为货品推车,也餐桌以及临时休憩的小凳子。 可惜的是其虽可快速折叠,但整体重量并不轻巧,若家里没有电梯而得经常上下阶梯,变得多加斟酌了。 不同于大众对传统菜篮车的刻板印象,这款商品的造型相当特殊,厂商从轻巧便利的角度出发,直接在大型购物袋底部加装了硬品的PP板以及可折叠式的角轮,不仅大幅度减轻了菜篮车的重量,也提升了收纳性能。 在一般外出的时候,其能作为普通购物袋,若是觉得兼备的重量难以负荷,便能快速拉凯成购物推车,巧妙地利用车轮拖行。 只不过,本商品由于少了金属支架的支撑,万一装载的物品太重,或摆放不佳,难免会有倾倒的风险。 喜欢国产商品的朋友,可别错过这款拥有MIT优良品质的菜篮车。 它的篮子本体主要采用坚韧的金属材质制成,可承重约20千克也经得起长时间使用的考验。 而它的底部搭配前后的大小车轮,即使装满菜篮也能轻松好推动,对力气较小的女性朋友,或银发长辈相当地友善。 此外,本品特别设计成可折叠收纳的形式,如此一来,便不担心菜篮车不使用时会占去家里的摆放空间。 唯独需留意其位富有收纳袋,所以不适合装在裸装的小型蔬果,若不想跟摊商拿取塑胶袋,变得再次被购物袋了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 请 중앙位和写员